给大家做这道南瓜 除了烹饪技巧之外 挑选新鲜的食材也很重要 在挑选南瓜的时候 大家最好是把这个瓜的根地连着这个瓜身 地儿得散 就是说这个霸都在得上 再有一个看这个南瓜 南瓜起棱啊 对 这个棱越深 瓜瓣越谷 说明这个南瓜又甜又面 又新鲜 我也有一个办法 就是用这个手掐一下这个南瓜皮 这能掐动的 这个都不太新鲜好像 还是要想那个比较硬的 硬点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的 铁夫老师这南瓜可不是随便吃的吧 它还是有着食物禁忌的 这点您得给我们讲清楚了 行 这任何食物 都有禁忌和搭配 南瓜如果把它做主食来吃 就不能吃鲤鱼 这以前咱还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这真不知道 您是讲过这事 对对对 你要是南瓜吃的这一顿 你摄入量多的话 鲤鱼一口都不能动 为什么 鲤鱼利小便消负水 你这时候再加上足量的南瓜 就开始一趟一趟的 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 再就是南瓜呀 不适合跟羊肉一块吃 你发现没有 南瓜炖排骨 炖排骨对 没有炖羊肉 肚也没听说 对对对 都是东瓜 对对对对 南瓜还真是 真的没有 我把这点破 为什么他俩 加到一块的时候 这人吃完之后 不消化 咱们老话说 消化不良 说这个大家需要注意 其实我还是觉得 南瓜真的是一个 非常好的东西 你看它对眼睛好 对眼睛好 是吧 然后生糖指数还低 你无论怎么做 你蒸着吃 然后你炖排骨 煎着吃 是吧 都好吃 特别特别适合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但是我还得记住 铁峰老师说的 禁忌 羊肉 鲤鱼 这我记住了 胖阿姨这点说的没错 不过我想就是 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一个数据的这个事 前几天不是一直让大家 预约我们这个 第五次这个手机吗 然后预约同时 让大家报了一下年龄 我们就想看看 就是哪个年龄段的 这个观众更热情 今天也是要揭晓 这个数据的时候了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反正我是支持 二十到二十九岁的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 肯定用手机的更多 是不是 玩咔咔咔手机 玩的溜啊 您觉得 我不行 我和你观点不一样 我肯定是 只是像我这个年龄段的 五十到六十的呀 你不知道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为了先拿到手机 你都不知道 背后付出多少努力 那可真是 一个一个的宣传 我觉得 对 如果揭晓数据 五十家 要优先发货 行了 莫凡 你别看了 别看了 你先等等吧 你就先给我行不行 就让给你 对 这会儿 这会儿都送回去 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这节目啊 这些老朋友 最支持我的 每一次活动啊 虽然可能有的时候 他不明白怎么操作 但是 依然一如既往 支持我们活动 那这个事儿 咱就这么定了啊 不管是前面预约的 还是今天看节目的 观众朋友们 只要您是五十家 五十以上的啊 您现在就扫码 添加我们的微信 我们的工作人员 核实完了相关数据之后 马上给您安排发货 争取让您早日拿到 这第五本手机 不过铁峰老师啊 我们还是回到 今天的正题 手机卷 我带好了 你带好了 是不是 我现在 这个注意力 还在这个叶黄素上 我特别感兴趣 你们看 我是上节目时候啊 我经常戴个眼镜 其实我这个视力 就是有问题 你看人怕阿姨不戴眼镜 对对对 但也不说明 你的视力没问题 我是说不好意思呗 没错没错 其实我觉得身边 我身边这些朋友啊 就是年龄大了 这个眼睛或多或少 都得出问题 有点毛病 对嘛 你一下那个年龄了嘛 年龄 这很自然啊 现在我就想问问 铁峰老师 是吧 咋办呢 你得跟我们想想办法呀 你们说的都对 花不花四十七八 对呀 五十加往上 说眼睛好的跟十八似的 这样人太少了 极少根本不做数 多少都有点问题 我一直都想跟大家说 视力问题大家都关心 我觉得人可以三天不喝水 但是人不能三天失去光明 这是实话 真理 这看见是不行的 以前我们说过 除了失去生命之外 失去视力是最可怕的 也最痛苦 对 什么样的人爱出问题啊 正好 刚才你说的 第一爱喝酒的人 酒精它能够促进血循环 能扩张毛血管 但是喝酒 如果超过硬线度的时候 眼睛底下这个 很细很细的这个血管 就容易破 它会硬化 它就影响我们的视力 喝酒这是一个抽烟 常年抽烟 血氧含量低 神经是需要氧来供应的 你送来的血液里 氧含量低 神经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 然后就会导致 黄奔变性啊 神经萎缩啊 类似的致盲性的 问题全来了 致盲性的 这种眼底疾病的发生率增加 所以嘛 就是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我觉得挺重要的 太重要 是不是 比如像我 是不是 就生活习惯就特别好 你看我这 莫凡 你还真就别在这 沾沾自喜 为什么 因为你年纪好 他年轻 对呀 他才多大 对不对 我挺不了两年了 你说回来啊 就是你这个年纪 保护视力最好 从这个时候开始 你比如说 你这个时候开始补叶黄素 你从现在就开始补叶黄素 你补到我这个年纪 你补到帕阿姨这个年纪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比其他同龄人 你眼睛要很好的多 这是有用的 你别等到了 我们这年纪 已经看不见了 想起补了 着急 那就完了 一定要经常性的补充叶黄素 为什么 它能保护视网膜 过滤蓝光 这个蓝光 对我们的眼睛 损伤是最大的 它能够预防清光炎 能够预防高度近视 就你这个年纪开始 能补尽量补 降低黄斑病变发生的概率 这些全都是叶黄素能做到 而其他叶黄素都做不到的 听完铁方老师说这些 真觉得叶黄素非常的重要 但是您也不能让我们 天天吃那个南瓜 吃南瓜 对吧 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办法 对 非常现实的问题 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叶黄素对人眼睛的作用非常大 但是我们人体 是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 晒多少太阳 来合成哪个 没用 合成不出来 你必须通过外界补充 得把它吃进来 唯一渠道 南瓜作为代表性的食物 它叶黄素比其他的东西要多 还有些水果 比如说橙子 橙子橘子 橙子 牛桃 也可以补充叶黄素 手机已经运好了 你们想领的就是领的 委屈吗 不委屈 再委屈又怎么样了 又有谁在乎呢 我发第一册手机的时候 你们在哪 我补第二册第三册手机的时候 你们又在哪 到现在第五册了 说要的是你们 现在没人领的还是你们 这第五册的燕氧菜手机 融合了铁锋老师全部的心血 里面不仅有皇家药膳 还有御膳房的古方金用 这么好的手机 说要的是你们 不要的还是你们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 谁都可以不信任我们 但是看到这条视频的你 不可以 随便吧 二位妈已经挂在视频上 没想起来就去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